你知道不良人中的天罡三十六校位已经出现几位了吗 天罡三十六校位也可以说成三十六天罡 这个组织乃是不良人中顶尖站立的存在 其首领就是天魁星云天罡 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大唐 想要那天改命改变大唐的命运 后来吃了长生不老药 孤独地活了几百年 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唐复兴 他的棋局下了数年 可惜的是 前期的李星云让不良帅直呼不顺我心 为了让李星云成长起来 不良帅深知自己的结局是什么样子 最后主动求死 陨落在李星云的手里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坎坷和孤独吧 他的武力值也是本剧中唯一的天花板 第二位 天葬星三千院 在袁天罡死后担任不良人谭州总舵舵主之位 实力还没有完全展现 不过他的易容术还是挺强的 第三位 天立新杨叔子 他是李星云的第一个师父 看着非常严肃的一个老头 实则对李星云疼爱有加 在李星云受伤后 杨叔子更是凭一己之力救回了李星云的性命 自己却因耗尽功力而死 死前回忆于李星云 陆灵轩八年间发生的各种事情 颇有些慈父的意味 更是被粉丝称为严师慈父乃是真大侠 第四位 天损星陆又姐 也是陆灵轩的父亲 因为身邪龙泉 被各派势力追杀不止 为了保护陆灵轩 在渝州城被黑白无常杀害 也是最快领便当的校尉之一了 第五位 天会心惠明大师 剧情中他是第一个皈依佛门的不良人 现隐居在加耶寺 一开始他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角色 更是被大帅定义为墙头草 但是这个墙头草 却从来没有背叛过李星云 甚至为了李星云可以连命都可以不要 也算是一个真男人 可惜的是最后还是被官方给刀了 在第五季中因为大义 中了八哥的蛇毒 从而变成了像丧尸一样的活死人 为了防止自己失控犯下大错 请求李星云将自己斩杀 最后壮烈牺牲 只希望下辈子他们能在藏兵谷不见不散 第七位 天捷星温涛 他和上官云雀一样 也是被定义为墙头草 但是他屡次帮助李星云 在第五季中已经取消墙头草的定义 只身帮助李星云 在这里天巧星中了蛇毒 他不选择逃跑 而是帮助李星云 由此可见他的为人也是很好的 第八位 天佑星石摇 出场以孟婆的方式出现 后来又在朱友珍身边坐卧底 他的艺容也是相当了得 同时身受大帅的重量 第九位 天姑星吃力 一开始奉不良帅之命 前往饶江找寻十二栋古法重树及巫术 在寻的密法后 不幸的是大唐已经亡国了 而不良人也解散了 所有成员下落不明 互相之间联络不上 最终成为了苗江十万大山万毒窟的大王 第十位 天伤心吃力 他的经历和天姑星一样 他们两个是兄弟 被大帅安排一起去饶江寻找密法 两兄弟最终反目 都死于饶江了 第十一位 天罪心境心魔 善于谋划 精通剑法 捕挂和换脸之术 一开始潜伏于李存旭身边 最后李存旭被杀 回归大帅身边 现在以旺载的方式出场 实力还没有展现出来 第十二位 天宿心断成天 也是刚出场就领和饭的不良人 只可惜碰到了李存李 不然还能多活几集 以上就是天罡三十六校位中 已经出现的几位 其余没出现 估计也得下一季了吧 李星云自称的天暗星应该不算吧 或者说李星云难道用的是 其他不良人的称号吗 毕竟他想做的就是大帅的位置 如今也是如愿以偿了 如有不同的探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哦